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这台杰尼赛斯GV70 它是中型豪华SOV 这台车是走什么风格都不用我讲 你看眼就知道了 肯定是年轻运动风 首先全车没有镀铬的装饰 全都是黑色的装饰 在近期隔山这个地方还闪闪发亮 有一点那种金属的质感 其实看过去的视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全车这个红色的车漆也是非常符合它的一个调性 那么其实GV70它有我们这台展车燃油版本 还有一个纯电的版本 我个人会认为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都是燃油版本看着要更加顺眼和舒服一点 因为这套设计语言确实用在燃油车上会更加的和谐 你看前面这个大嘴的装饰很有气势 再往下的话这个包围件也是很运动的 而放到电动车上它的处理 其实没有燃油车出来的效果这么好吧 前灯组其实是杰尼赛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家族化设计语言 其实就是分体的 但是两个都是比较狭窄的 并不是一横一竖那种很多造车新势力 习惯去用的那种样式 我觉得其实首先第一个 这个灯看上去是好看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它也有自己的辨识度 不会和大街上很多普通的灯一样千篇一律 所以说这个设计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们再往后看的话 最抓人眼球的就是这个车轮了 21英寸 这个尺寸够不够大 绝对够大 轮圈的样式是这种黑色 或者说深灰色 然后简单的这种五幅造型 对我们这种老派性能车爱好者来讲 这种简单的五幅轮圈就是最耐看了 那它上面其实还点缀了一点纹路 这个纹路并不会让它显得过于复杂 那同时又让设计的这种细节的感受会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个刹车的卡钳红色 然后尺寸比较大 放在这样的车上其实还是比较和谐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驾驭车 我们知道很多驾驭车 它也会为了营造运动感 把这个卡钳给喷红了 那我觉得其实好像出来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那它首先轮圈的造型也好 然后制动盘的尺寸也好 都是搭配的 所以再配一个大卡钳喷红 这个效果就很好了 它的轮胎用的是米其林的Palestport SUV 这是一个SUV上用的比较偏抓地的轮胎里面 街道胎里面 可以说是规格非常高的了 非常下本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是可以满意了 我们再往后看 这台SUV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偏低趴一点 不是那种高高大大的比较威武的风格 因为我讲了它是偏运动的 所以用这样的设计手法是很合理的 那么讲审美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和大家分享 谈不上好坏 我们看后门这个地方腰线分开 这个设计我是喜欢的 我觉得有层次感 但是在上面C柱和D柱的这块部分 加上后面的小三角窗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看上去不是那么和谐 但是因为我个人也不是设计师了 所以我讲不出那么多门道 我只是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些视觉感受方面的看法 我们再往车尾来看 车尾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为什么呢 它的车尾是一个平滑的曲面 包括和后翼子板的造型都是连成一体的 不会有太多那种棱角的感觉 所以说整体的这种极简的视觉感受是有的 同时尾灯和前面的头灯也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再加上一些运动化的细节 比如说扰流板比如说下面有一个气流扩散器的设计 再比如说它两个排气都是比较靠上的 位置会装的比较高很粗壮 两边双粗的一个设计 但真实的排气管是在里面稍微细一点了 但这种运动的视觉的效果还是不错 所以你看上去就会觉得这个车尾就像一个两箱性能车 然后稍微加大加高了一点的一样 非常符合这台车的一个总体的运动风格 接下来我们打开后备箱再来看一眼 首先电动尾门这个配备是有的 那么打开之后啊 门槛和里面的地板呢 基本上是一个纯平的状态 这个是能给人好感的 那我放了一些包和随身那些小行李 方便大家来比较直观的感受一下 它的主体容积是一个什么水平 那它有锚点 同时也有一个小网兜 所以配置上也还算是比较齐全 那两个座位呢两边是可以四六比例分折放倒的 分折放倒的操作呢 就是在边上一扣一下 然后手一推就可以了 非常的轻便 那么放倒之后的效果啊 大家可以看一眼 基本上是纯平的 所以说这个便利性的话 其实并不会因为它是一个偏运动的SUV 而在实用性上就做了一些取舍的感觉 其实这个空间便利性还是完全OK的 来到车厢内啊 你看这个内饰的设计呢 如果用燃油车的标准来衡量 它是比较简约的 但如果你用纯电车型的那套 极简设计语言那种风格来衡量的话 它又比较传统一些 就是这种折中的一个感觉 那么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全车大面积都用了皮质的包裹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质感 一来这个内饰之后 你会认可 这是一台高档车该有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这台试验车啊 用的是一个黑红的配色方案 而且红色的占比很高 好处就是看上去很有那种战斗的感觉 那也不叫不好的地方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弊端吧 就是如果夏天像现在天气稍微的热 你会觉得有点燥热 不如那些像游艇蓝那样的内饰 看上去那么清爽啊 而且它在门板的上面是有一些装饰件的 这个装饰件也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再把视线往前看 看一看它的车机 车机屏幕呢 是比较扁平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力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竖起来很高 那你看出去的视野就不会受影响 这点很好 不过跟很多那种离驾驶员比较近的 或者说放在这一块区域的车机屏幕相比啊 你去操作它的时候需要稍微的伸伸手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除了可以触控之外 你也可以在下面这里来操作 这种感觉就好像回归了几年前的燃油车的那种操作逻辑啊 还是挺能勾起人的一些回忆的 那么中间这一块地方呢 就是实体按键的区域 主要是跟空调以及导航这些最常用的功能 相关的一些操作的按钮 我觉得在最常用的功能上 保留物理实体的按键 从使用层面是更方便更便利的 那么储物空间呢 其实前排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表现 有正常的背座呀 扶手箱手套箱 然后左膝盖前面会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门板上也是有大的和小的两个储物格 其实无控不过吧 从储物方面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 但是该给你配的呢 也都配了 座椅的舒适性是OK的 它的座椅是软硬承托比较适中 然后稍微偏运动和包裹一点的感觉 我觉得跟它整台车 这种稍微偏运动一点的风格 其实是相符的 OK我们去后排看一看 坐到后排之后啊 它的空间表现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以后排为主的车型 你看腿部空间只有两拳 还有点紧张 一拳四指左右 放在当下 它够不够用 够用 但确实撑不上宽敞 头部的话会有一点点蹭车顶 如果你用天双的玻璃来量的话 会有一点余量 但也不算很多 如果我换一种放松的坐姿 头部是宽裕了 但是腿部离前面的座椅靠背 就会更近了 即便它的空间表现其实不是那么好 但配置确实还是不错的 然后排它有座椅通风 有座椅加热 有独立空调 有USB的充电口 同时还有张帘 再加上整车的车顶用的 都是这种饭猫皮的面料 所以你坐在后面往前一看 整个车厢的氛围还是相当豪华 相当不错的 不过这个空间表现 还是会很清晰的告诉你 这台车的定位 是以前排驾驶者为主的 中间有一个很高的凸起 因为这是一台四驱车 所以说出现这样的现象 是非常正常的 我坐在这好像有一种四层相识的感觉 就是两三年前的那些比较运动的燃油SUV 你坐在后排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 所以我就会更加的期待 开一下这台车 看看它的四驱系统 看一看它的2.5T的温轮载发动机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表现 那么我现在就把车开起来 看一看它的驾驶感受 这台车它用的2.5T的温轮载发动机304马力 也配的是8AT的变速箱 那么2.5T一个四缸的机器 现在2.5T绝对是一个大排量的级别了 因为新能源车满街跑了 开上去之后你会觉得因为排量很大 所以它的运转的声音 包括整台发动机的动力的底气都还是挺足的 哪怕是在一个低速的状态下 你轻微的给一点点油门 那个动力响应来的也是很及时 这点的驾驶体验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试驾路段 有很多的山路 在山路上面如果放到舒适模式下 这是一台比较轻松 比较好上手 同时有一定的驾驶沟通感的车 如果放在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模式下 就是我的自定义 把所有的一切都调成运动 唯独把转向放在了舒适下 因为转向你哪怕用电子的方法 让它变得重一点 我觉得也并没有增加什么驾驶乐趣 反而转起来轻巧一点会更好 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放在这种模式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台车是有驾驶乐趣的了 从沟通感升级到了乐趣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发动机的声音 会不断的传入车内 它的其他部分的隔音做的都很好 包括路面的噪音风噪 你基本上都是听不到的 但是发动机的运转声音 一直伴随着你 你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的那种 燃油车开起来很快乐的年代 再加上整个动力响应也会更加的积极 转速也会更高 档位会更低 整台车就更是一种那种去世待发的一种状态 开起来的这种运动感会强了很多 再加上它的8AT变速箱 说实话找不到什么槽点了 因为它没有CVT或者双离合 因为结构局限上的一些缺点 那么换档也是很平顺 而且档位的选择逻辑很聪明 再加上基本上感觉不到顿挫 所以这个变速箱的表现很令人满意 如果你不是追求一些极致的驾驶的一些操作感的话 其实这个拨片都可以用不上了 对于这台车来讲 如果你用拨片 你只是为了去追求这种驾驶乐趣 而不是因为你不用拨片 它就不行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底盘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它是维持了一个适度的路感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台很激进的性能车 还是要保持住最起码的一个舒适性的 无论在任何路况下 你都不会觉得它颠簸 但是在这种水泥路面上 包括一些有井盖 有减速带的地方 其实这些路面信息传递到车里面 作为驾驶者 你感受到的都是很清晰的 这个风格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可能有很多纯纯的家用用户会觉得 它在舒适和运动之间的天平的选择上 可能稍微靠运动偏的会更多了一点 当然对于我个人的喜好来讲 我会很喜欢它的这种调校的风格 再多聊几句 它的纯电GV70的版本 我昨天也简单的开了一下 我觉得放在电车领域里面去看的话 那台车的驾驶的操控性 各个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放在自家车系里面和油车去比的话 它的动力感受并没有油车做得好 虽然它的绝对性能会更强 0百加速的话在4.5秒就可以完成 但是整个动力输出的特性 包括动能回收的一些细节的把握 我觉得可能并没有做得那么那么的好 所以如果是在车系内选择的话 我会更推荐你选择这台燃油的版本 那最后对GV70这台车做一个总结的话 其实它有设计有个性 有一定的调性 并且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满大街跑的大众车型 它肯定会是一个相对小众一点 凸显你自己的审美和自己的态度的这样一个车 那么从产品的定位和风格上来说 你如果是那种追求很大的空间 然后追求绝对的舒适家用 可能它并不是很适合你 但是你想要在一台SUV上 体会到一定的驾驶沟通感和驾驶乐趣的话 那么这台车就会非常的适合你 至于车系内的车型选择 目前燃油版本只有33.8万的两驱的豪华型和41.8万的四驱的旗舰吧 那我个人会更推荐你去选这个33.8万的这一款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配置上已经足够齐全了 它不会说作为一个入门车型让你觉得配置不够用 还有一个主要的区分点在于驱动形式上 我认为如果你不是在北方地区 可能经常会面临低温路面湿滑 然后冰雪天气需要脱困的话 那么四驱系统的必要性也不是那么强 因为这台车你肯定不会拿去越野 然后日常开的话 你也不会激烈到能体会到四驱和两驱区别的这个程度 所以买一个后驱的版本 就已经能感受到这台车绝大多数的一个产品的实力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结论了 好 今天我们关于这台杰尼赛斯的GV70 我们就聊到这儿 下一期再见 拜拜